大家好,我是乔可丽 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下 Girlsday成员的名字用韩语怎么读 好,首先Girlsday的韩文呢 写成这样子 Girlsday Girlsday 好,我们现在来一一看一下 这四个成员的名字用韩语怎么读 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男性队长 朴素珍 好,她的韩文名字呢读成 Paksoji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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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下面呢有她的韩文名字的念法 好,这是第一个我们的队长 朴素珍 好,第二个是我们的小太阳 Yula 辛亚龙 好,她的韩文名字呢读成 Kimi-a-yo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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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她的音名呢读成 Yu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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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同样的下面呢有她 韩文名字的读法的音译 好,第三个是我们的最美笑颜 朝天的主唱 方明亚 好,她的韩文名字呢读成 Pakmi-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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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这是米亚 好,最后一个是我们的 Tosani-a-nyugu Suyu-ni-a-nyugu 不是我们德善也不是我们的秀妍 是我们的李惠利 她的韩文名字呢读成 Yihel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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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记住了,她是李惠利 好,那么呢今天的 哥斯队的成员名字呢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说你们还想听哪一个组合的成员介绍 以及对韩语有什么想咨询的 想问的可以联系 添加我微信或者多多评论 多多转发 多多点赞 好了,那么今天内容呢就到此结束 各位,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